小朋友们好! 我是你们的杨阳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 是喜乐熊宝宝成长故事乐园 馋嘴的小熊 馋嘴的小熊 小熊是森林里 最馋嘴的一个小动物 山羊伯伯送给他和小猴 每人一碎玉米 要他们自己种 小熊一看到玉米 就馋得直流口水 他想 反正这么多种子 吃两粒也没关系 他毫不犹豫地 掰下两粒送进口中 第二天 他忍不住又吃了两粒 第三天 第四天 他同样吃了两粒玉米 反正 反正小熊 总能为自己 找到借口 吃几粒玉米 最后 玉米碎上光秃秃的 只有几粒 只有几粒了 小熊想 反正种上 也收不到多少玉米 就都吃光了 秋天 秋天到了 小猴子的田里 斩满了玉米 小熊 只能看着 流口水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你们都听懂了吗 我是你们的羊羊老师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拜拜